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來玩我們的 KOF OSTAR 今天是7月29號星期五 這一期會來玩雪魯咪加各種套卡 然後直接看傷害怎麼樣 好 這個號是0衝龍號 0衝龍號已經五星了 然後她的那個菜寶石是六星了 因為她有那個派行有刷到 就大成功嘛 400個這樣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她的狀態吧 OK 覺醒是EX的 電擊出血 然後技能1 她的技能1是頭子嘛 然後有機會重置 好 然後這個六角的是怎樣 傷害加10%喔 都是增傷的啦 然後這顆是 目前要換這顆是加戰力的嘛 這顆戰力加很多吧 我們解除龜屬 欸不不不 卸下來看看 不是解除龜屬 要卸下來 我猜3萬啦 喔 3萬回來 欸 跑去哪啦 在這裡 好 3萬 恩 目前是這樣 目前先這樣 因為這個要時間換啦 然後這次的套卡是 抽的是這一套 這個有加暴擊率嘛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1型式加暴擊率 然後2型式加戰力 3萬 防禦跟平衡 就多一個 對 她是平衡嘛 然後那個 菜寶奇跟牙刀 我想一下喔 菜寶奇 因為我還沒有介紹 我在想 菜寶奇跟牙刀 牙刀 不要亂講 我們直接看圖鑑好了 平衡 牙刀是平衡 那菜寶奇應該就 防禦了吧 對 在這裡 好 就他們都有吃到啦 然後他們是 有沒有 要求什麼 沒有 沒有要求 所以這一套是 大家都能用吧 沒有特別要求說 是什麼類型格鬥夾 什麼BS類型 或SS類型 哪一種 或EX類型 只有那個 加戰力那邊 會去要求 說要平衡 還有那個 或是防禦型格鬥夾 才會加戰力3萬 然後主動技 命中的話 有機率補5個 跟那個 上一期的那個 科隆的那一套一樣 也是一樣 這個效果跟科隆很像 只有這個是加 暴擊率 一行是加暴擊率 所以你們可以理解這套 其實傷害不高 我覺得他傷害應該是不高啦 功能性卡片就加戰力 然後可以回去這樣 然後他的三套效果在下面 套裝效果是 這樣子 100%追加傷害 然後這邊有一個 消耗能量 一個的話是 攻速 我覺得這遊戲的攻速 沒什麼用 而且我都爆氣了 對不對 Quick Time 都已經爆氣了 你主動技能減少12% 也沒什麼意義啊 是按更快 按超快 真的按超快 會按超快 比那個 雙減心滴卡按的還要快 這個我昨天我有幫他玩 我有拿去打蜘蛛玩一下而已 好 大概是這樣吧 被套 最新的套卡 那科隆的怎麼樣 科隆的 科隆自己有沒有 有啊 有啊 科隆 科隆這邊爆擊率在這兒 他比較可行 他爆擊率是在這兒 他這邊是攻擊力7% 所以互相抵消 抵消的話 他這邊那個 新的套卡這邊是追加傷害100%嗎 可是他這邊的攻擊力是那個 20% 一個的話20% 所以 我覺得這套傷害比較夠啊 我是這麼覺得 但是我們待會會測試看 好不好 待會會測試看 那戰力的部分 兩套差 應該是我猜啦 應該是科隆套 戰力加比較多吧 因為科隆套有攻擊力啊 這個追加攻擊力 追加傷害應該是 不會加戰力 我來裝備一下 我剛剛已經弄好五套了 我就打算試這五套吧 打算試這五套 希望時間夠 我們換一下科隆套 我們就簡稱科隆套 會 就 討亡者 討亡者我想起來 他叫討亡者 戰力掉下來了 為什麼 啊啊啊啊 我知道 因為那個 他不是防御型格鬥家 他不是防御型格鬥家 那他用別隻撤 用別隻撤 就蔡寶奇吧 到時候再用蔡寶奇撤 但是理論上應該是 科隆套應該戰力加比較多 如果你有符合條件的話 因為有加攻擊力啊 這套沒有啊 這套就 上面的面板就爆擊力 戰力 然後回氣這樣 一型二型三型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大概是這樣 那核心的部分 應該 就這樣吧 我們看一下喔 這邊全練 他技能是 點四格 然後這邊沒點 他留一個 應該可能也不知道要用什麼吧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 他這兩個技能 這邊看不出來是不是 哇 等下去圖鑑看吧 因為還沒有血 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 因為昨天我自己只有 一星而已 我就懶得看 看了也沒用啊 強襲是怎樣 強襲冷卻三秒 真的假的 這個冷卻三秒 可以用耶 兩格是不是 命中 造成今天100%傷害 然後可以發動戰力旋梯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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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兩格氣發動這個 這樣成本會不會太高 兩格氣耶 然後CD3秒 超短 目前最短的 然後這個30秒 受到攻擊可是10也用嘛 然後PVE專用 重置技能 這還好吧 這個增傷的 15秒定期傷害增傷 30秒你也不會用啊 你一定是拿來爆氣的啊 好他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3秒 冷卻3秒 我昨天沒介紹 因為我就跳過沒有看 好那就直接來吧 我昨天打好像打600多M啦 因為很高 喔這個套把600多M啦 然後那個Rush套的話 他已經換出來了 Rush套他兩套都換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Rush套 這個 這個 讀取比較慢 摩擬器讀取吧 至少不會閃退 有網友會問說 摩擬器用什麼方法 我用MUMU啦 64位元 起碼不太會閃退啊 他今天應該有去抽啦 他今天有抽 這個我剛練的 這一套就是 上面是攻擊嘛 然後下面就是基本的 BOS熱潮 電騎出血神聖這個效果 這套商量應該比較高 我認為 我認為 好我們直接來吧 那待會五個爆氣的話 他會攻速會變很快 攻速變快沒用 因為我們還是一直放進 好 我技能按法就3 1 2 1吧 如果有重置的話 3 1 1 2 1 不對 因為他不能摔 所以1不會重置1 就是1 1不會重置1 那變成說3 1 2 1 二路2有機會重置1 好 大概是這樣 這個要讀取一下比較滿 待會我換卡的時候 我們就跳過 我就暫停跳過 省一下時間啦 不然這個換卡在那邊讀取半天 讀半天 應該在那邊浪費時間 這個其實如果有後製的話都可以剪掉 懶得後製 後製還要撿來撿去 然後他黏起來 哎呀好慢啊 好小小暫停一下 待會我就 他在讀取我就暫停 我怎麼突然卡起來 嚇到 Post計啊不能拖時間 所以傷害打條比較低 所以傷害打條比較低 噢他這招稍微久一點 因為他有裝那個特殊塔 我昨天沒有 噢剛剛沒有那個五格器 還爆氣啦對不對 我的失誤啦 八二加攻速而已 噢噢噢好高好高好高 多百多 九零五噢 好我來換卡片 OK換好了戰力掉下來了 就掉三萬五 然後我昨天說六百多可能是因為他有一些東西沒練我沒有看 我沒有去看他的追醒石啊或是什麼東西 沒有去看 或者是他搞不好只是先 練到五星 所以昨天那個六百M我們就先放旁邊不管他 以今天的為主 因為昨天我也沒有錄給大家看嘛 是我自己打的 好這邊 暫停後跳進去 OK 我猜這套可能會破千喔 我沒有試過我覺得啦 試試看 我們用這個比較花時間 喔這套沒有回氣耶 少放一個奧義 那個奧義比較好 不知道 因為那個有 有那個什麼 有加那個效果嗎 附加效果 比如說這套應該會破千 我昨天就有預言嘛 所以容易可能就破千 好1026 剛剛那個大概900多 900左右 他這個1000 1000多 數值的話我會忘記 我們就稍微比較一下 稍微記一下 我到時候會 喜愛資訊欄位 給大家參考 破千的原因是因為我有吃到那個電擊傷害 跟那個洞傷傷害 我來換卡片 好的我們來換這個科隆套 我猜啦 科隆套比剛剛那個Rush套 這次的Rush套還要再高一點吧 我覺得啦 戰力多一點點 因為他不是盾角 如果他是盾角的話 就OK 但不是 我們給他跑一下 為什麼 我會覺得科隆套 比較強一點 因為科隆套那個5格 氣爆下去 那個條件比較嚴苛 就是你要5格 然後爆氣 那個傷害比較高 因為之前我在測科隆的時候 我測過 就高一點 但沒關係我們試試看 好一樣進去再開始 OK 那我這邊就要注意那個回氣的部分 既然沒有觸發 既然沒有觸發 比較尷尬啊 沒觸發啊 沒觸發我不能放啊 我到5格啊 這樣就不太準了 我覺得這樣就不太準了 我覺得這樣就不太準了 就是沒有觸發那個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有想像不會觸發 欸?對啊 對啊 就970級 但是我覺得 理論上那個 因為沒有觸發 普格氣你知道嗎 我剛剛浪費了幾秒 所以我不信心 我再試一場 我再試一場 好再試一場 那個 克隆套 他們回去那個 條件比較嚴格一點 好觸發好不好 最後你竟然有30%機率 滿氣啊 蠻高的欸 這邊我就不放了 反正 克隆套 比這次的那個 徐魯咪套卡 我覺得傷害一定來得高 因為徐魯咪套卡 剛剛看900M 他這個也是900多 還沒到1000 差不多1000 可以啦1000啊 好啦也是跟那個 rush套差不多 就是這次的rush套 跟我想的差不多 跟我想的差不多 不是我刻意要這樣刻 但是我就 大概知道這些套卡 程度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現在角色一樣嘛 屬性卡一樣嘛 換的只是套卡 所以說這次的 雪魯咪套卡 我不知道他目前的 用處是什麼 就是攻速 加攻速 加攻速 很快沒錯 但是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效果 因為你竟然也是連按啊 好我來換那個 繼承者 好換這一套 欸這套是不是叫繼承者啊 繼承者很悶 好這一套是 都攻擊嘛對不對 然後他有一個效果在這邊 被擋住了 可惡被擋住了 可惡被擋住了 反正這邊有一個暴擊率 然後有一個 可惡被擋住了 神器 這是什麼什麼什麼 鳥bug 好啦你們自己再看一下吧 這個詳細 就有暴擊命中可以幹嘛幹嘛的啊 加暴擊率啊 然後暴傷70% 這暴擊率7% 暴傷70% 然後暴擊命中 有機率可以增加攻擊力這樣 大概是這樣吧 被擋住了 這是一個bug 我魔尼7只有這個問題的啊 好那 來試一下吧 我猜啦 我猜可能 這種暴擊率比較吃運氣 所以他的那個 穩定性沒那麼高 我猜可能不到900 我猜因為我沒試過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 好 來吧 這個是 草剔第一彈套卡 意思是第一彈套卡 沒從事可惡 好 重置 其實我們可以放嗎 因為我們不需要 不需要氣 呃 繼承者 跟那個 第二彈 雪五咪咪的 都是有一個免死效果吧 我印象中 欸 也有一千喔 不弱欸 不弱欸 不弱不弱不弱 不弱不弱 這有點出乎意料到 說他不弱 繼承者不弱 繼承者 反正那個 我覺得這次的套卡 是最弱的 這次的 雪魯咪這次的套卡 是最弱的 那那個 來試一下安琪套卡 安琪的那個 第二彈 總之我第一彈 第二彈 第三彈 第四彈都撤了嘛 對不對 然後再還有那個 這次的Rush套卡 這次總共要撤五套 好我們來換卡片 好 來吧 那這個是 安琪的套卡 就第二彈 也是EX的啊 他是主動技能傷害增加 然後這邊有一個 加攻擊力 然後 我記得有一個免死 3秒免疫這樣 他傷害怎麼樣 我忘了 我真的忘了 可能是因為 當時零充沒接我號吧 是不是 他還沒接我號的樣子 然後我自己可能 我自己可能 我有湊一套嗎 我忘了耶 我好像有一套是不是 我自己我忘記了 套卡一直出新的 有 小時候你都忘光光耳了 說實在 連那個名字我都沒有記耶 剛剛只有記 繼承者們嘛 逃亡者啊 學魯迷的套卡的名字是什麼 忘了 然後安琪的套卡的名字是什麼 我忘了 好來吧 希望也是有破千 看看 OKOKOK 反正結弱我已經知道了嘛 他真的覺得我那套卡是最慘的 其實 還沒測試之前 我就 我就覺得他是最弱的啦 沒辦法他就是最弱的 畢竟他沒有什麼加攻擊力的地方 都是一些功能性的地方 哇這個看起來不妙啊 這套 欸 700多了 我猜不多了 就是 接近1000吧 接近1000 接近1000啊 這個傷害 不是 那麼 清楚說 誰比誰強 因為你測試還是會有一些 有一些落差 一些誤差 但是我們可以粗略 排起來就是 Rush套 你如果要追求傷害的話 Rush套因為那個負面 負面強貨 比較強 然後再來可能是 柯龍吧 柯龍跟繼承者好像差不多 柯龍套跟繼承者 就炒替耐彈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安琪 安琪這個 然後最後是那個 就缺乳咪這一套 到時候我會再把影片看過一遍 然後把那個數值給打出來 好 緊攻參考 緊攻 至少這五套不是每個人都有啊 我很多都沒有啊 角色也沒有 沒那麼強 好 給大家參考囉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大家可以留言說你們想抽這個套卡的理由是什麼 我感覺不到啊 因為傷害收手啊 加攻速 目前沒什麼用 是我沒想到嗎 喔對耶有一個小補充 這個 網友提醒啦這個 四周年記得買 這個 4塊錢金幣 可以買3次喔還是4次 4次吧 這代幣 這個 4塊金幣喔 我們的金幣可以買這個 代幣 還有這個券 好像可以買4次吧 4次 提醒大家如果你不知道的人 如果你沒有看到 我是沒有很 我很少看商店 因為我沒有課 這個遊戲我沒有課 所以我就很少過來逛 都是網友跟我講 我才會注意到 這個 好 好 那現在咯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bye